大家好,我是兰兰 我们家俩闺女上奶奶家去了 陪爷爷奶奶去了 快上班了,赶紧的 然后就跟我家粘哥 我们家粘哥吃萝卜 我吃芹菜 这就是我们俩的饭 给你们看看 有一粉丝朋友太逗了 告诉兰兰这家粒鸡太好了 我买了俩 我的天哪 就是特别好 打出汁吧 你看这一摁 然后那个纯圆姜 我这喝吃芹菜汁 你要打点什么 夏天水果下来了 什么都能打 特别棒 我就喝这汁 特别有好处 对我的身体 因为它这轴是横轴的 以前那家是一根树的的 不好洗 这个呢,它横轴的 所以呢 它搅拌棒是横着的 发现了吗 它这都到这儿 你看 特别的干 就没有水 你看 是不是 特别的干 它那个榨汁榨的特别的多 我这芹菜都喝了快一礼拜了 在冰箱里 我给它榨成汁吧 芹菜是最出汁的 胡萝卜不出汁 我老 我还弄胡萝卜汁 什么梨 那种苹果 都能榨汁 你买 在外面买这原浆的苹果 苹果水可贵了 我原来老年轻的时候 我就老买这 原浆的苹果水喝 它还蛮西红柿 大红柿 你给孩子 小孩有些是 它没牙的 所有的松菜水果 都能给它大红柿喝 它没有任何沙子 不能再割了 割不下的都 就这面 不关上了 我刚开始喝也喝不惯 喝惯了 就越喝越好喝 你们看看拆啊 拆特别省事 就把这腌 就拿下来了 不是拆下来了吗 这个也好拆 看着啊 这个这样 往这一拧 然后这呢 中间这有一轴 把这个轴给它卸下来 最上面这有这么一个过滤的 过滤渣子的嘛 然后中间这个 螺旋轴 你看没有 旋转轴就靠它 你看 没有任何死角 特别好清洗 我每次一冲就好了 两大把芹菜 就出这么多渣 很干的 有人说 那你干嘛不吃了 这芹菜 不是我咬不动 不是我吃不了那么多呀 炸成筋能吃芹菜多呀 是不是 这两大根 我吃两天也吃不完 这个我不是一杯 喝的多吗呢 好 接下来看清洗啊 这杯子就这么冲了 再换个角度 这个把这个蘸出来 这冲着就行了 你看我都没下刷子 就冲着冲着特干净 多干净了 特别好清洗 这也沾进了 你看 你看 这完了 这大管子 这个更好抓了 这日本安稳素台子的 它呀 就这四个部分 这个呢 把这个这么插的 装上了吧 然后把这个 这么多再装上 这样 装上 然后把这个 再这样 这样 一拧 这是漏 漏那个汁的地儿 不用的时候 就这么合上 把这个 这一点 往这里 歪着 这么着 这么着 坑一扣 这出来 你要再拿着 就这么着 哎 就卸下来了 是吧 这么着 坑 好了 这个呢 是插的那 就是刚才储的那些东西那棍 这是打结扎杯 一个结扎杯 然后一个结那个果汁的 行了 行 我一般用完 我就往那嘎盒一放 好了 再扣点 炒菜会煎一些油 怎么呢 扣 用的时候一拿 安本素 牌子的 炸汁鸡 原浆鸡 蓝蓝粉丝价 299 如果你买贵了 就跟客服 提蓝蓝粉丝 就行了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请点赞关注哦